蘭嶼位在台灣東部的一座小島嶼上 因為它獨特的地理位置跟氣候 孕育了與本島截然不同的生態 感受著各種只有蘭嶼限定的生物 是觀察生態的天堂 除了美麗海景 來蘭嶼千萬不要錯過各式各樣 獨特的昆蟲還有生物 這次旅行呢就帶大家體驗不一樣的蘭嶼 重新認識並且愛上這塊充滿驚喜的島嶼喔 有關東 että ungal watching ゴマ Uselt Moi Jax 我屋yson Oh yoi 直升以來應該 nen Quang 說到蘭嶼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球背橡皮蟲家族 他們的翅膀退化而且翹翅愈合 雖然犧牲了飛行 不過形成了非常非常堅硬的鎧甲 球背橡皮蟲他們的大本營在菲律賓還有東南亞一帶 而在台灣就只有在蘭嶼跟綠島可以發現到他們的蹤跡 而在蘭嶼就擁有五種不一樣的球背橡皮蟲 每一種他們身上的花紋是完全不一樣的 更有趣的是要來搜尋他們不同種的時候有不一樣的訣竅 今天我們就張大眼睛一起來搜尋蘭嶼最精彩的昆蟲夥伴 這個我們在找球背橡皮蟲就是要找他的石草 真的非常好玩 因為每一種的球背他吃的石草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找不同的石草才可以找到不一樣的球背橡皮蟲 然後這隻呢算是還蠻常見的就是斷蚊球背 他吃的就是這個這個是林樹藤是蘭嶼森林裡面應該說非常優勢 超級多的一種植物 不過每一棵上面不一定會有他嘛 所以我們要眼睛放亮然後到處尋找才能夠找到這種斷蚊球背 很漂亮的斷蚊球背 他是這種條蚊型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看不一樣的花蚊 看一下這一隻 這個呢都是保育類的昆蟲 所以我們這個 遠觀 不要卸完喔 不要觸碰 但是這個花蚊真的非常漂亮喔 很閃亮 是有金屬光澤的顏色喔 然後他走路呢 這種橡皮蟲走路就很像機器有沒有 他是定格快速定格快速定格 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喔 這種球背橡皮蟲 還有他的技主植物 林樹藤配上斷蚊球背橡皮蟲 好 那我們就不打擾他啦 在蘭嶼其實 我們要找這些蘭嶼獨特的動物 除了眼睛放亮喔 到處去注意這些植物上面有沒有 亮晶晶的這種小昆蟲以外 其實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要找到 他們所吃的樹喔 像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斷蚊 剛剛斷蚊就是吃那個林樹藤 就是從樹上面這樣長出來的葉子 有另外兩種的球背橡皮蟲 他是圓斑的 他是圓形的這種 青綠色的金屬光澤 然後比較多的這個種類叫小圓斑喔 當找到這個適合的食草以後 小圓斑馬上就會隨之而來 我們看到這個樹幹上有沒有 兩隻非常非常明顯喔 雖然我們這樣看很明顯 可是有時候很快的經過 可能太快就沒有注意到他 然後如果我們知道他吃什麼樣的植物 我們確定好植物再來搜尋這種昆蟲的時候 就會簡單非常非常多 不論是我們先前看到的斷蚊 或是這種小圓斑球背橡皮蟲 都可以發現他們其實有非常鮮艷 這種青藍色的花蚊 還帶有著金屬光澤 那這些花蚊這麼鮮艷 它其實是一種頂界色喔 它可以告訴蜥蜴說 欸我很硬 我不好吃 不要來吃我 這樣子可以降低昂蚊 略實著攻擊的風險喔 這邊樹幹上兩隻非常明顯 然後它的樹葉上其實還有 還有正在 它的樹上還有正在交配的 小圓斑喔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葉子的背面呢 停了兩隻小圓斑球背 小圓斑球背 非常非常漂亮喔 數量也很多 來蘭嶼一定要看一下這些 超級獨特的球背橡皮蟲 醃球外套 這裡也可能很滿意 有一點點 就好喔 這裡也有其他 什麼樣子 拉起來 你不思議 有了 另外 這麼久 就好了 鋼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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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這次沒有釣了 這次沒有釣了 蘭嶼重條天鈕 很帥氣喔 它這個兩條白色的花紋 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真的是只有蘭嶼才有的天鈕 術項非常的長 這隻是公的蘭嶼重條天鈕 看一下它的頭 酷 然後最有特色就是它這個 背上的重條 因此得名叫蘭嶼重條天鈕 從整個頭部一直貫穿到胸背板 還有它的翹翅上面就有一條 兩條就有兩條這個白色的條紋 貫穿縱向的條紋 所以叫做蘭嶼重條天鈕 帥喔蘭嶼獨特的天鈕 蘭嶼真的到處都是寶 超讚的超讚的 我們今天是第一天 那現在才下午 我們就馬不停蹄的開始 尋找蘭嶼島上各式各樣的昆蟲 各式各樣的生物 超級棒的 就是一個轉頭就會有 各式各樣神奇的動物出現喔 超級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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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不下去了嗎 我們那邊找到幾顆 我們那邊找到幾顆 對 那邊台面有 對 那邊台面有 但是上不去啊 我們下去了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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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蘭嶼神獸喔 絕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獸 它不管是季節還有它的習性 還有它天氣的要求 都相當不容易看到它喔 它是蘭嶼大象筆 哇 哇 大象筆 而且這隻是公的喔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超級長的一個 大鼻子喔 這個其實是它的嘴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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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請它下來給大家看喔 它的食草 我們找這個大象筆很重要 也是要找到它的食草 那 一般來說這個大象筆它的時間 會比較晚一點點喔 現在 現在能夠發現 大象筆真的是 超級幸運 超級幸運喔 好我們現在請它 哇 好刺好刺 這森藤上面全部都是刺喔 它就生藤在 它生活在這種蘭嶼森藤上面 WOW WOW 蘭嶼大象筆 可以說是蘭嶼最帥氣的喔 最大型的橡皮蟲喔 雖然沒有像是 雖然沒有像是 剛剛那些球背那種 艷麗的光澤 但是這個黑白的配色 還有它這個塑大的體型喔 然後最特別的是 這個超長的橡皮 絕對是蘭嶼最帥氣的神獸之一喔 最帥氣的神獸之一 這樣可以看到嗎 可以它堆在橡皮頭上 超漂亮 WOW WOW FIN WOW WOW 好非常的一瞬間喔 剛剛我正好發現到 在這邊呢 挺了一隻非常漂亮 不過我們需要額外注意的生物喔 它就是青竹獅 是毒蛇的青竹獅喔 但是 正要把相機架去 拍它的時候呢 脖子上面挺了一隻醜 覺得很癢 手一抓 竟然是我們辛辛烈烈的 藍嶼綠天鳥喔 在林子裡面 尤其是我剛剛講到 在這個開闊處的時候 綠天鳥就是會隨時出現喔 就是這麼好玩 有時候突然出現在樹幹上 有時候停在葉子上 有時候自己停到我身上喔 這個呢 就是我們非常夢幻的喔 非常想要看到的 藍嶼綠天鳥喔 WOW 各位 真的不需要過多的來解釋它的美喔 WOW 看一下它這個身上 非常有質感的藍色 然後再注意到它的腳 跟它的身體 它的腳有這個 非常艷紅的配色喔 紅色配上這個 很有質感的金屬藍 藍嶼綠天鳥喔 WOW 辛辛烈烈的天鳥 突然就出現了 突然就出現了 然後這種天鳥 這個家族的天鳥 在遇到的時候呢 或是它在周圍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股色香味喔 真的是色香味 很香 尤其是你剛剛碰到它 那個味道呢 會撲筆而來喔 很香很酷喔 一個色香味 好讚喔 突然出現 願望達成 那我們現在呢 把目光集中在我身後的這一隻 四尾青竹獅喔 它是在藍嶼的青竹獅 這藍嶼它的舌類 其實沒有非常多種 在森林裡面 基本上是最常見的 就是這一隻青竹獅喔 那青竹獅又有什麼特別的 在藍嶼的青竹獅 常常可以看到 比較粉色的 像是粉藍 粉綠的感覺喔 那說了再多 直接帶大家一探究竟喔 它這一隻呢 是一隻小朋友 然後它的顏色呢 就是我覺得 算是很漂亮的青竹獅喔 帶大家來一探究竟喔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慢慢的來接近這一隻 我覺得很漂亮的青竹獅喔 看到了嗎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看到這隻青竹獅的美麗喔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看到這隻青竹獅的美麗喔 它開始移動了 它開始移動了 我剛剛從第一部看就是看到這樣的畫面 有一個不自然的這個線條 扭曲的S型線條 在這葉子上面 然後再仔細看就是青竹獅 這隻非常可愛喔 是幼幼般的青竹獅 超Q的 好我們已經發現到了兩種球衛像 我們已經發現到了兩種球衛像 現在我們要來搜尋第三種 這一種呢 它叫做條紋球背橡皮蟲 而要找它呢 我們要找另外一種植物 這種植物呢 就是海邊最常見的惡魔之樹 它就是棋盤角 這種條紋球背橡皮蟲呢 它會喜歡栖息在這個棋盤角的樹上面 好那裡有一隻 在這上面 這個高度 來我們放大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隻球背橡皮蟲 然後在它的 旁邊呢 這顆非常好喔 它停在棋盤角的果實上面 非常棒 爬行的姿勢 真的非常可愛喔 這個球背橡皮蟲走路 這上面有三隻喔 看一下 看一下這邊 左邊有一隻 好嫩葉的這裡有一隻 然後在旁邊的這片葉子上呢 第三隻的 調紋球背橡皮蟲 好這隻呢 就很明顯是比較 黏長了喔 你看它身上這個花紋喔 非常的黯淡 那個金屬的亮面呢 已經沒有那種光澤度了 這個呢 就是比較黏長的 調紋球背橡皮蟲 看一下 這是歲月的痕跡啊 非常棒喔 這個直接生活在他們吃的 喔這裡有一隻 哇 超棒的 他們就住在他們吃的 的記住喔 棋盤角 棋盤角上面 好各位 我們找到一個厲害的東西喔 在這顆島目上面出現了一隻 顏色一樣亮麗的一種小昆蟲喔 看到它是一眼就覺得它是球背橡皮蟲 就像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喔 蘭嶼特別的球背橡皮蟲 但是呢 當我們仔細一看 發現事情好像另有蹊蹺喔 它雖然長得跟球背一模一樣喔 但是呢 注意看它其實有兩根很長的鬚喔 它其實是一隻天牛喔 這個超級厲害的 它可以說是自然界裡面的擬太喔 這個就真的是擬太大師喔 超厲害的 它的名字呢 叫做你硬向天牛 模擬球背這種硬向鼻蟲的天牛 你硬向天牛 像我們前面有提到喔 這種球背橡皮蟲 還有這種非常亮眼的花紋 這種呢 在蘭嶼的蜥蜴 其實它不太喜歡吃球背橡皮蟲喔 所以呢 這隻天牛呢 這種天牛 它就模擬成這種超硬的 這種球背橡皮蟲的花紋 那這樣子呢 讓其他這些蜥蜴看到也會覺得 啊!你是球背 太難吃了我不要吃你喔 這個才是真正的生物擬太喔 模擬另外一種的昆蟲 你硬向天牛 我覺得是蘭嶼裡面最有故事性的 而且最真實感受到生物之間關係的一種昆蟲喔 你硬向天牛 走啦 美麗 animation 就像一個很爽黏的選人 那是蜥蜴蜴蜂 一旦都不見蜥蜴蜴蜂 在這裡 都不見蜥蜴蜴蜴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